今天想要来为各位介绍的是 来自法国的一场Cabaret的演出 那这场演出的名称叫做 小刀小姐深情酒馆 它是由法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创作才子 Olivier P 然后Olivier P 他在法国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为我想各位观众 如果我很喜欢去雅维农艺术节看演出的话 通常都会耳闻这位导演的大名 因为Olivier P 他是一个全才型的创作才子 因为他自己会做导演编剧 然后他也是剧院的总监 而且他非常喜欢上台演戏 所以他的每一出戏里面 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甚至于我们可以在一些法国电影里面 或是一些实验短片 也可以看到Olivier P 他一些很可爱或是很花俏的各种 精湛的演出 那他曾经在2007年到2012年的时候 担任巴黎市一个很重要的剧院 叫做Odeon 因为这个剧院呢 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而且在巴黎算是 一个专门引介欧洲各地重要的 剧场创作者的作品的剧院 所以像这个剧院 它在19世纪的时候 其实是巴黎第一个 扮演莎士比亚剧本的剧院 那在这样子一个历史悠久的剧院里面 担任总监呢 Olivier P 他当然会面对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就是他要怎么样为这个剧院 再创另一波的高潮 所以当他担任剧院总监的时候 他其实做了一些很有趣的创举 比如说他改编格林童话 然后将格林童话 其实原本是非常残酷血腥的部分 他就真实地把它搬上舞台上 可是是给青少年跟儿童看的 那用这种方式呢 让更多的观众可以走进剧院里面 去看戏 或者是他办了很多的独剧活动 讲座等等 让观众可以透过其他的所谓剧场活动 而不是观看演出而已 去认识剧场 然后更发现剧场 其实跟他们的生活 或是他们喜好的文学音乐等等 是非常接近的 那我想是因为Olivier P 他其实一直传承的是 法国有一个民众剧场的传统 也就是剧场是属于所有人的 那这个其实从他的作品的风格里面 也可以看到很多蛛丝马迹 因为他的作品里面几乎都会有 流浪戏班子的角色 或者是流浪剧团的形式在里面 比如说舞台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像马戏团的灯光啊 或是一些很简陋的 是机上的木板的简陋的小舞台 然后演员们就直接在舞台上 扮装换装给大家看 所以这一个属于民众的剧场艺术 对Olivier P来说是非常重要 那为什么要在舞台上不断地扮装 然后不断地更换各种角色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剧场的表演艺术形式 因为当你在舞台上呈现一个幻觉 不断地被建立起打破 建立起打破的这个过程 他其实是告诉观众说 你现在看的是一出戏 可是你在看这个戏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还是可以感受到 人生的故事是不断地在进行的 就像扮装一样 这个主题它其实不是只是关乎性别 或者是同志议题而已 扮装它其实是在呼唤我们内心里面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心理的角色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人 我们其实也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小刀小姐深情酒馆 这一个Capahead的演出呢 其实就是由Olivier P他自己上台 亲自演出一个 他所谓生命中的其中一个角色 因为对他来说 他觉得剧场其实就像人生 就像一个世界的大舞台一样 所以很多他对于生命的解读 或是关于灵魂与肉体 信仰与自由这些主题呢 他都觉得剧场是一个能够带领观众 不断地去挖掘真实 那在挖掘真实的过程里面 我们又可以透过这些故事的变形 去了解人生的真谜 那因为这是Olivier P他自己第一次到台湾来演出 所以我想还有一些观众朋友 他不是很熟悉这位导演 所以我在这边就很简短地介绍一下 关于他的剧场创作的美学 那刚刚有提到说 他的演出导演的作品 几乎都是他自己自编自导自演 那他对于语言来说是非常注重的 因为他认为在剧场艺术里面 语言跟演员的艺术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代剧场的美学 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演员的表演 将语言这件事情在剧场里面 更完整地呈现 那所谓的语言他就会包含了 比如说像很诗意的 然后他可能也是非常有韵律感跟音乐性 所以在他的戏里面 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强烈的戏剧性 那这个戏剧性通常 我们就可以在一出戏 他的一出作品里面 同时看到比如说 古希腊悲剧的表演形式 也会看到像卡巴黑小酒馆的表演形式 也会看到马戏杂耍 也会看到滑稽歌舞剧 然后也可以看到那种很嬉闹 或者是通俗电视剧的形式 他都会放到舞台上面 所以在一个晚上 通常他的作品有时候会长达 十一个小时 甚至到二十四个小时 那在这么长的戏剧表演的马拉松里面呢 他就会用这种各种 我们所有想得到的戏剧形式 去呈现生命或是人性的各种面向 所以在小刀小姐深情酒馆里面 我们会看到的是一个 几乎可以说是刚刚提到那些作品的一个浓缩的片段 因为小刀小姐她大概是一个九十分钟的夜晚的演出 那她采取的卡巴黑 也就是小酒馆 这个表演形式呢 其实非常的特别 我想可能去欧洲旅行过的朋友 应该都会有点熟悉 就是我们常看到看到欧洲城市里面一些小校弄 都会有一些小酒馆啊 咖啡厅啊 他通常都会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区 然后有一些现场的乐手 跟一个歌手 这个歌手通常歌唱得很好 舞也跳得非常的棒 甚至呢 他非常的会讲笑话 那这些讲笑话的部分是卡巴黑表演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为这些表演者 他其实是透过歌舞的形式 还有黑色幽默 去表达他们对于人生的观感 甚至一些关于政治议题的一些嘲讽 然后透过这些黑色幽默跟嘲讽的形式 他可以让观众在笑的时候 获得一些更大的生命力 那小酒馆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也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蒙马特这样的地区啊 好模仿 其实我们在看演出的时候 不是正经围坐在那里 那当然是可以 可能有一杯小酒在身边 然后有你心爱的人 或者你讨厌的人在旁边 可是爱恨情仇交渣的那个小酒馆里面 当你看着舞台上的戏子 在对你唱歌的时候 那个唱歌他其实也是一种对话跟交流 所以互动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 那舞台上的歌手 当他在每一首歌的奸奏之间 他讲黑色幽默的笑话 其实也是为了要跟观众互动 那在小刀小姐里面 当然不会缺少这样子的互动形式 因为我自己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 就很有趣 因为Olivia P他很挑衅地面对观众 比如说 每个人都有外遇的时候 有出轨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就看谁愿意诚实地举七手 然后开始输 或者是有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或是有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有自恋的倾向 可是其实这样子的互动模式呢 它是在非常轻松的状况下进行的 所以它其实一方面是在挑逗观众内在的那个小恶魔 可是一方面也是透过这种挑逗的过程里面 让你觉得很轻松很舒服 你可以完全地卸下心房 因为只有在这个晚上 它就像喝一点小酒微醺的状态里面 你可以把将自己尽情地释放在它的歌舞 还有黑色幽默的笑话里面 所以呢 我觉得小酒馆的形式 如果观众不太熟悉 也许在看到演出的这段时间之前 大家可以去找比如说像电影芝加哥 或是有一部老电影 我个人非常推荐 它就叫做酒店 然后它的片名也叫做Cabahe Cabaret 然后是有一位很老牌的女演员 叫丽莎明丽丽她所演出的 那她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 非常的热情奔放去演出 所有小酒馆里面的 不管是演员 歌手 乐手 舞者等等 她们怎么样在晚上夜晚 那个非常的人生沸腾 然后大家喝酒 然后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时候 一个在舞台上的戏子 她怎么样释放自己的热情 她怎么样把她最真诚的生命故事 用黑色幽默 用笑话的方式表现给观众 那我想小道小姐的深情酒馆 它其实也是以类似的模式 当然它不会像电影这么多 蒙太奇的镜头的多变 可是她在舞台上 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艺术家的生活 怎么说呢 也就是一个艺术家 她怎么样去面对她生命里 或是她潜意识里面 她不同的角色 像Olivier Peer 她在里面其实除了唱歌之外 她会有很多对观众 叙述她的个人故事的时候 她就讲到一个故事 她说我的小时候 就是一个很无聊迷失的孩子 然后我追着一个彩色的小鸟 一路追着她 追到一个黑色的森林里 我想要抓住她 可是我却没有抓住 所以她就是讲了一些 关于她很个人私密的回忆 这些回忆也许变形 也许很梦幻 可是她却能够表达一些 我们怎么样去追忆 今日最真实的一些感受 那所以在这个作品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Olivier Peer 她怎么样以一个非常优异的演员 甚至她说 她在小刀小姐深情酒馆里 她不是演一个会唱歌的演员 她其实就是一个歌手 她就是一位女歌手 然后把她灵魂的 很女性的那些部分 然后把她的个人的爱情故事 罗曼史 还有身为一位艺术家 她怎么样在面对生命 不断把她推倒 再重新站起来的这个过程 这个生命活力传达给观众 所以我觉得里面可以让喜欢诗歌的朋友 感受到像波特莱尔这样子的诗人 在巴黎的夜晚游荡 然后她感受到巴黎夜晚的那个 半梦半醒的游荡状态 可是同时她也会让喜欢听法国相送的朋友 听到像Eddie Spiaf 或是Jack Play 他们这样的歌手 非常表现式的 非常激情的 怎么样在一首歌里面 将她所有生命的激情跟热情完全地奔放 绽放给现场的观众 那那个生命的感染力我觉得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在这边也希望刚刚讲的这些 一些小暗示能够让观众想象小刀小姐申请酒馆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热力奔放 然后看到Olivia P 她怎么在舞台上将她女人的那个部分 而且她的女人的部分是非常刚楼并济的 就是我们同时看到她非常嫵媚的女性 也可以同时看到非常阳刚的男性的部分 那这些都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 双重的一些生命能量 那非常希望各位观众朋友 能够到国家音乐厅里面 来看Olivia P演唱小刀小姐的生命能量 谢谢